大家好 我是詹姆 感謝你觀看視頻並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昔日巨星 萬子良 萬子良是80年代早已是香港娛樂圈的風雲人物 大哥之地 非他莫屬 看回萬子良結婚時 面子相當大 淨婚人又是邵日夫著事 而周星馳則做伴郎 劉德華、周潤發等的天皇人物都來捧他牆 但到現在63歲的他 身材比以前發福了很多 而且頭髮稀疏 昔日巨星的風範 蕩然無存 在照片可以看得出 雖然他已經63歲了 但他真實面貌仍然高 面上總是展現出燦爛笑容 港民幾年 萬子良覺得比較好 沒有太大的壓力 除了容貌已經大變之外 萬子良患上了老年容易得的糖尿病 也深受病魔的折磨 看到他現在的樣子真是令人心痛 前段時間拍攝電影《脈露人》 萬子良是所有角色中 唯一一個不容易辨認出來的扮演者 和鬍鬚都白賣 圓康眼鏡 發福且勇腫的身形 以及等白真神方面 都不如何正常的人物設定 變得與觀眾所熟悉的萬子良完全不同 很多年齡後 甚至90後的朋友 對萬子良根本不熟悉 絕對想不到等白的扮演者 曾經是提攜過周星馳的 香港演藝圈的大腦級人物 當然對於70後80後的朋友來說 萬子良曾經是巨星 無論在電視螢幕上 還是電影螢幕上 他索造出來的氣派角色 至今都是難以忘記的 巨星的身影一直都存在心中 大家可以看看 昔日萬子良回中國大陸的場景 人頭湧湧 多壯觀 出演《脈露人》的萬子良 時隔七年 再次獲得金像獎的提名 此時亦被觀眾看到 他未曾退步的演技 大佬雖然佬 但功力仍然存在